为什么说新三国远不及老三国 其实这点单凭人物选角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同样是饰演曹操 曝光安和陈建斌一对比 差距就出来了 天下人父母 曝光安的曹操确实无可挑剔 既有英雄的霸气又有萧雄的奸诈 而陈建斌饰演的曹操压根就没那味 低沉的音调加上奇怪的停顿 让人出戏的不是一星半点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陈建斌 毕竟曝光安的曹操就连他自己都无法超越 也正因为演的实在太像曹操本人 以至于差点断送了他的艺术生涯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叫李希散先生 他说我看了这个《三国演义》 这个曝光安以后演不了别的角色 但很多人不知道曹操这个角色完全是曝光安简陋简来的 当年在拍摄《三国演义》时 导演心里其实已经有了曹操一决的最佳人选 可后来这位演员一听要试戏当场就不同意 他说我试戏我就不演 我说这么狂妄的演员我不要 于是导演便把目光放到了曝光安身上 因为在此之前导演与曝光安两人曾见过一面 给他的印象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人演曹操大概是没问题 所以曹操这一决最后还是落到了曝光安手里 事实证明导演的眼光确实没得说 曹操的壮志 深情 奸诈 多疑 残暴 以及 不知夫人 今宵愿与我同席共争佛 我走 然而曝光安之所以能将曹操演活 除了自身的表演天赋外 那就是超出常人的情分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曝光安开拍前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 最后竟写出一篇长达几万字的体会和心得 也正因如此 曝光安把这些特点揉碎吃透 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 这才有了观众心中所公认的经典 总的来说 曝光安和陈建兵一个是曹操 一个是演曹操 两者截然不同 其次同样饰演司马懿 维宗万和尼大洪放在一起看 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当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日后散称大气 虽称满腹经轮 却是机场鼠度 连几句恶语都容他不下 为人者有大度 称大气也 如此 这万里江山 定属司马氏所有 听令 曾经冲杀 蜀京战营 赤本诸葛亮 死而撤 魏宗万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好 愣是将自己关在房间两个礼拜 仔细专言了一遍三国演义 然而 这拍摄期间 尽管自己已是五十多岁高龄 却依然坚持不用提升 完成了所有骑马镜头 不过有一次 魏宗万却和导演发生了分歧 因为他曾自作主张 改过司马懿的戏 可唤尼大红演斯马懿 选戏服饰 挑了十几套都不太满意 最后显了一件黑不溜秋的锁子甲 不得不说 这眼光还真独特 总的来说 两者呈现出来的区别在于 宗万演的是斯马懿 不仅有着士族的贵气 还有着手握大权后的霸气 完全就是那种 由门阀士族 培养出来的大政治家 演技也很自然 毫不夸张的说 他才真正演出了 司马懿的那种高气感 但尼大红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一出来 就把司马懿演得像奸臣 所以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那就是尼大红为了这个角色 也是费尽了心思 快吃了 我们也别嫌